Hello, 北基道,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新加坡政靈排放2050, 著重於能源部門的轉型 這個很重要的,為什麼呢?因為在2022年預算案中, 財務部長王秦才副總理宣佈了新加坡要加速達到政靈排放2050的計劃 新加坡的能源市場局, 現在已經委託了能源2025委員會去研究提交新加坡未來能源系統規劃 該委員會在今年2023年3月釋出邁向能源轉型2050報告, 強化新加坡在天然氣、太陽能、電網及其他低碳排放解決方案使用 他們這樣說, 能源2050委員會列出了九大策略, 力協助能源部門轉型 同時指出由於新加坡人口密集度高, 鄰近的地緣政治環境都是程度上不穩定, 發展替代能源不容易等等, 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資源在能源轉型上面 新加坡的能源使用量需要與招商策略取得平衡, 眾所周知, 身為一個枢樓型的國家, 新加坡依賴的地理位置 還有新加坡人力等等的吸引誘因令國際企業進駐, 設立研發中心 這個很重要的情況就是, 新加坡同一時間推出了新加坡加一東南亞製造中心, 吸引大量製造業同時含著能耗上升的挑戰 如何令市場和環境取得平衡呢? 是新加坡需要思考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們就找了玉琅島也是用來做一個試點的 玉琅島是由一個石化專區轉型為永續發展的化工園區 玉琅島在新加坡的西南邊一個總面積有32平方公里的人工島 該島不僅是新加坡能源和化學的重要重鎮 也都是世界級的能源和化學的產業基地, 生產基地, 能源和化學的產業是新加坡經濟其中一個重要之處 而產業在2020年已經佔全國GDP的4%, 佔製造業整體的份額是24% 其就業人數是有27,000人, 同時是新加坡於2019年 全球八大化工產品出口國, 此外玉琅島也是新加坡吸引外資重要的戰略基地之一 超過了100間跨國企業, 也都在當地設立這個企業, 設立這個製造業, 研發中心, 結算中心, 產品 可以直接地供應馬來西亞印尼這些市場 同時完整了內外部的價值鏈, 新加坡在疫情發生的時候能夠迅速在生產各種醫療產品, 口罩, 還有藥物 在永續潮流推動政府產業支持下, 玉琅島就變成了永續發展的能源和化學產業的原區了 作為新加坡在2030年綠色計劃, 新加坡Green Pan2023的先頭部隊, 而新加坡2050年這個靜靈排放關鍵指標之一 所以, 玉琅島在2021年啟動了綠色轉型, 希望藉著透過碳捕捉再生能源, 強化產業能源利用率等等再生的情況 目標包含在2030年實施, 實現了2萬公噸的碳捕捉, 同時要在2050年每年減少超過600萬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 所以, 大家就會知道, 為什麼新加坡有長遠的發展目標呢? 其實就是在做一個大的Pool of Concept 又有錢又有人才, 又要跨地域, 又要有創新, 還要大家攬在一起 不是攬炒,是攬炒一個新的概念出來 是的, 2019年全新加坡的排放量是51.600萬噸的二氧化碳 但是他們要是不斷地改善, 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者估計 在2019年排放了2700萬噸的CO2 相當於全局排放量的54% 所以未來的日子上, 他們是會不斷地改進 令到這個指標達到世界級的水準, 也變成了一個示範中心 為未來的政令排放, 作好早早的預備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北基道, 點贊, 訂閱